这期继续分享农民第51篇,施永刚虽然整天吃斋念佛,但毕竟尽饮五道多年,功夫还是相当敏捷的。 只见他左手挥出,横拍向大山三尺的手腕,用的是少林沾衣十八叠的手法,要让大山三尺的手刀改变击打方向。 同时,施永刚右脚骤然弹出,好像弹簧一样弹向大山三尺的腋下。 施永刚此招连销带打,可谓攻守兼备,不可谓不高明,但是赵长枪看到他此招后,却轻轻地摇了摇头。 施永刚功夫是好,但是吃亏在林阵经验不足,对敌人出招的力量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大山三尺的手刀,看上去只是一记普通的手刀,但是赵长枪在台下都能感觉到这一招中所携带的力量。 施永刚的粘衣十八跌,是借力打力的招数,但是借力打力得有一个条件,前提是你的力量,必须要撼动人家的力量。 如果施永刚放弃踹向大山三尺腋下的那一脚,他能轻松地将大山的手刀封开,但是施永刚连销带打,同时发出两招,分散了他的力量。 在力量上,施永刚原本就相形见处,这样一来更加危险了。 这就是经验不足的致命表现。 果然不出赵长枪所料,当施永刚的手拍到大山三尺的手腕上之后,只传出啪的一声脆响,大山的手臂只是稍稍晃了一下,但是大致的方向却没有改变,砰的一声便砍在施永刚的胸膛上。 与此同时,施永刚的右脚也实实在在地踢在了大山的腋下。 两人身体接触之后,瞬间便再次分开,施永刚腾腾,一连退了五六步,而大山的身体却只是摇晃了一下,用手不断地揉搓着自己的左叶下,嘴里唧里咕噜地嘟囔着,看脸上凶恶的表情,想来不是在向施永刚道歉。 施永刚却话都说不出来了,他感到胸口好像灼烧般一热,一股溺血直冲喉咙,施永刚闭紧了双唇,瞪着眼睛使劲做了个吞咽动作,将这口溺血又咽了回去。 台下的两名少林弟子看到自己的领队好像受伤了,马上冲上了擂台,一把扶住了,已经有些摇摇欲坠施永刚,迅速将他扶了下去。 大山三尺在台上哈哈大笑,竟然用别角的华语说道。 少林功夫,花架子的有,真功夫的没有,不配承担世界给他的荣誉。 台下一片哗然,谁都没想到这个家伙竟然在这种场合当众说出了这样的话,这简直欺人太甚。 一名少林和尚咽不下这口气,腾身上台,挑战大山三尺,结果被大山一个反关节压制,咔的一声直接将手臂弄断了。 当那名和尚被抬下来的时候,面色苍白,满脸冷汗,已经腾昏了过去。 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比赛的范畴,按说这时候,组办方应该马上停止比赛。 但是不知为什么,无论是主席台上的组委会代表,还是解说员,竟然没有一个出来制止大山的狂暴行动。 好像这一切都和他们无关一样,只是坐在主席台上的组委会主席崔浩哲,面色苍白,脑门上冷汗直流,手中紧紧地攥着的自己的手机。 看来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山站在台上哈哈大笑,忽然从兜里取出一枚一元的硬币,左右手捏住两边,然后缓缓发力,所有人都惊骇地看到,那枚一元硬币竟然硬生生地被他掰折了。 当狼一声,大山三尺将变成一张弓的硬币扔到了台下。 硬币在地上弹跳了几下,竟然落到了赵长强等人的包袭面前。 大山三尺轻蔑的眼神在赵长强等人的身上一扫而过,他根本没有将这个杜平线武术表演团放在眼中。 在他看来,华国功夫就是花拳秀腿,连大名鼎鼎的少林都不过如此,别说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杜平线武术表演团了。 赵副局长,我去揍这个狗日的,李彪看着站在台上嚣张大山三尺,气得大胡子直哆嗦,再也不想忍下去了。 不等赵长强回答,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医生忽然开口道。 强哥,我去。 赵长强摇了摇头,问医生。 你有几分把握打败他? 有五分把握打败他,但是我有十分把握重伤或者杀死他,医生坚毅地说道。 李彪看到医生要和自己抢活,于是开玩笑地说道。 这是什么话,你既然只有五分把握打败他,有哪里来的十分把握重伤或者杀死他? 医生咧了咧嘴没说话,赵长强却说道。 因为他练的功夫和你练的功夫不一样,他练的是杀人的功夫,你练的是打架的功夫。 你信不信,要是真刀石枪的搏命,三个李彪也不是一个医生的对手。 李彪一脸错愕,刚想反驳,赵长强却站起身来说道。 你们不用争了,我去。 在这里将他杀死了,那可是件麻烦事。 医生点了点头,重新做了下去。 整个团队中要说又能杀人,又能治人,在激烈的格斗对抗中能做到收发自如的,只有枪割了。 赵长强卖步走上擂台,斜腻着眼睛看了看大山三尺,冷冷说道。 你很狂。 大山一愣,用别角的汉语说道。 你的少林弟子的不是。 你的上来干什么,我的不会和无名之辈交手的。 我的确不是少林弟子,但是我是华国人,记住了,我是杜平县天刚星武术表演团的。 华国武术不是你能侮辱的。 还有,不要在我面前显示你的狂妄,那只能让我感到你很无知,因为我比你更狂。 赵长强说着话,竟然一抖手将早已经准备好的对联取了出来,本来打算等到杜平县上台表演时,再亮出这副对联招招眼球的。 但是现在看来,组办方已经不打算让杜平县表演团上台了,于是这家伙马上将这副对联亮了出来。 擂台四周是安全围绳,对联无处悬挂,但是赵长强早就料到这一点了,他的对联是横幅式的,只见他瞬间抖开红底黄字的对联,横着挂在了擂台前方的安全绳上。 台下的观众有不懂话语的,连忙悄悄地问身边懂华语的人,经过别人一解释才明白,这竟然是一副霸气十足的对联,大家不禁面面相去。 私下里交头接耳,悄悄地打听台上的这个年轻人到底是谁。 当他们知道,台上的年轻人就是这些天红遍网络的杜平县武术表演团的领队之后,全都来了兴趣,许多观众开始大声给赵长强加油。 当大山三尺看到那个专制不服的横批时,不禁哈哈大笑,好像看到了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 但是很快,赵长强就让他笑不出来了。赵长强瞬间就朝他发起了攻击,对付大山三尺这种人。 赵长强根本就没打算走走赛场礼仪之类的过场,在赵长强看来,他脚下的擂台已经不是赛场,而是一个单纯的擂台,一个绝生死的擂台。 赵长强在力量上也许不如大山三尺,但是无论是传统武术的功底,还是现代搏击的经验,或者各种各样的杀人技巧,大山三尺都和赵长强不可同日而语。 更重要的是,赵长强擅长那家点学,对蛮牛一样的大山三尺来说,这可是致命的。 格斗一开始,赵长强一记普通的高边腿甩向大山的太阳穴。 在格斗中,这是常用的一招,一般是用来试探对手,对手只要侧摆右臂就能轻松挡开。 大山三尺看到牛逼轰轰的赵长强竟然只是打出了这样一招,不禁心生轻视,按道也不过如此。 大山右臂横摆,毫不费劲地就将赵长强的高边腿拦截了下来。 同时,大山跨不向前,要借着赵长强单腿立地,重心不稳的机会,给他来个巴西踢。 然而就在此时,他却看到赵长强被自己封出去的腿并没有收回去,而是就是下沉,砸向了自己的肩膀。 大山三尺并没有在意,刚才他也掂量出赵长强的力道了,就凭自己强悍的身体,用肩膀应接赵长强的这一脚,绝对没有问题。 但是自己却可以借这个机会将赵长强踢翻在地。 巴西踢和手刀一直都是他的拿手绝技。 然而,大山三尺马上为他的狂妄付出了代价,他可没有想到赵长强可不是一般的舞者,而是一位内加高手。 短距离瞬间发出的力道能是普通人爆发力的数倍。 赵长强的脚后跟重重砸在了大山的肩颈穴上,大山的巴西踢动作还没有完成,就感到自己的半边身子忽然变得麻木不堪,失去了知觉。 他的巴西踢再也踢不下去了,身体好像木偶一样,瞬间停在了当场。 赵长强可没闲着,对着大山的胸膛顺势一记直踹,砰得一下子便把大山踢飞了出去。 大山的身体好像一个破麻袋一样,越过了安全绳,扑通一声落在了舞针会馆表演团的包袭前好。 台下传来一阵叫好声,这两天赵长强领着杜平县武术表演团到处宣传,网络上关于他们的新闻更是铺天盖地,许多韩国人都对他们产生了好感。 心中,盼着赵长强能赢呢? 嘿,赵副局长就是猛,我李彪算是服了,李彪兴奋地对身边的医生说道。 医生却白了他一眼,没说话,他在仔细思考刚才强哥到底是怎样一脚将大山三尺踢飞的。 强哥的这一招里好像包含着许多的玄机。 木头,李彪看到医生不理他,嘟嚷一声,和其他人扯开了。 武术会馆表演团的弟子傻眼了,大山三尺可是他们的领队,也是他们中的第一高手。 没想到,却被台上的年轻人一招就给踢了下来,这完全不合常理啊。 按照大山的能力,就算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也不应该如此快便败下阵来。 赵长强用不屑的眼神看着武术会馆的人伸出小指向他们勾了一下,嘴角微翘,吐出三个字。 一起来,赤果果的蔑视。 赵长强赤果果的蔑视,彻底激怒了武术会馆的岛国人。 大日本帝国的武士何时曾经遭到过如此的羞辱? 一个武术会馆的弟子狂吼一声,快速地窜上擂台,要和赵长强决议雌雄。 但是赵长强有些不太地道,这家伙竟然还没等窜上台的岛国人摆开架势,对准他的胸膛上去就是一脚。 赵长强就是这样的人,你敬他一尺,他敬你一丈,你欺他一寸,他欺你一尺。 如果被这个家伙恨上你,他会不择手段地对付你。 在他看来,是这帮岛国鬼子先不守规矩,所以自己完全不用和他们讲什么客气。 打趴下他们就是,况且在他的印象中,岛国人都犯贱,你越尊重他,他越骑在你头上拉屎。 你狠狠地揍他一家伙,他就马上老实了。 二战时期,被美国扔下了两颗原子弹,那么大的城市被毁,死人无数。 结果不但没胆子找美国老报仇,反而跟在美帝的后面叫爷爷。 华国人从古至今,给了他们那么多的帮助,他们却老是想着咬华国一口。 这他娘的不是犯贱是什么,这种鸟人就该好好地修理。 可怜那个岛国勇士,刚刚窜到台上,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身体就不由自主地腾空而起,巴基一声落到了自己的包袭前,不偏不倚,恰好落在大山三尺刚才落下的地方。 哇,这家伙喷出一口鲜血,昏迷不醒,任凭身边的队友将他摇来晃去,嘴里一遍遍喊着他的名字。 奶奶的,就这种草包,我还真不愿动手。 不过,看你们一脸不甘的样子,想必不结结实实地挨顿揍,是不甘心的。 好,我成全你们,一起来吧。 赵长强看着武针会馆的包袭说道,这回这帮岛国人,不成个人英雄了,竟然真的一股脑地跑到了擂台上,八个人团团将赵长强围了起来。 台下的观众停止了喧哗,都屏住了呼吸看着台上,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每个人都紧张得心脏,砰砰直跳。 一对吧,这种场面可是在电影中才经常见到,在现实生活中百年不遇。 众人生怕漏掉任何一个细节,全都瞪大眼睛看着台上。 杜平县武术表演团的包厢内,众人同样瞪大眼睛看着台上。 赵副局长能不能行,我们要不要上去帮忙? 李彪抓着自己的大胡子,一脸担心地问道。 虽然他知道赵长强厉害,但是毕竟是一对八呀,要命的是,那八个人可都是空手到高手。 你上去只会碍事。 医生在旁边冷冷地说道。 洪亚伦表示赞同地点了点头。 对木头,李彪嘟囔一声,不言语了。 他可不想和医生斗嘴,这家伙一般不发言,说句话能损死你。 就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擂台上,擂台上的战斗一触即发的时候,一个个身穿黑西装的俄罗斯人走进了现场,朝四周看了两眼。 当他发现隐藏在暗中的几个人影,朝他做出一个OK的手势后,不经意地点点头,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走向了擂台边上的主席台。 就在此时,台上的武甄会馆队员动了。 他们齐发一声吼,一起朝赵长强扑了过去。 赵长强被淹没在人群中。 赵长强瞬间也动了,只见他的身体好像陀螺一样在人群中不断地游走,衣衫飘飘,竟然没有一个人的拳头能打到他的身上。 而赵长强却在游走的间隙不断地用拳脚攻击敌人。 赵长强完全用的是巧劲寸进。 虽然出全距离短,但是力量十足,再加上赵长强的打击部位都是人身要学,所以不到两分钟,围着他的八个人竟然全部倒在了倒在了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哗,台下响起一片海浪般的掌声,每个人都被赵长强精湛的搏击技巧给折服了。 但是此时此刻,坐在主席台上的崔浩哲却一脸惊恐地看向了身后,因为就在刚才,他分明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在身后喊着他的名字。 崔浩哲的心一阵剧烈地颤抖,他知道,他的大麻烦来了。 今天的事情,一个处理不好,恐怕这里的所有人都会死于非命。 就在第一个武针会馆的人将那名少林弟子重伤时,崔浩哲就想马上终止这样残暴的比赛。 因为这样的比赛已经完全违背了武道的精神。 但是,就当他准备阻止武针会馆的人继续发威时,他的电话忽然响了。 这个时候,打电话给他,肯定发生大事情了。 崔浩哲隐隐感到不安,顾不得阻止台上的比赛,马上接通了电话。 电话中传来一个低沉而阴冷的声音。 不要阻止你面前的比赛,让好戏进行下去,不然你的妻子就要和上帝去睡觉了。 崔浩哲有种被当头浇下一盆凉水,从头冷到脚的感觉,他已经彻底顾不上眼前的乱战了,只是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你是谁?你把小花怎么样了? 小花是他对妻子的昵称。 你不用管我是谁,你只要知道你妻子在我手中,然后按我说的做就行。 我的要求非常简单,你只需要什么也不做,让你身边的人同样什么也不要做,千万不要试图阻止眼前的比赛。 好了,就这样,我很快就会去找你的。 哦,忘了一件事,最后,让你妻子和你说生亲爱的吧。 哦,可怜的小花,真是一个奇怪的名字。 神经病般叙叙叨叨的声音之后,崔浩哲听到了自己妻子惨叫声。 他的心一下子抽紧了,他知道自己的妻子肯定在受着非人的折磨。 崔浩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担心妻子的安危,只能按照神秘人的安排做,任由少林、武真、杜萍三个武术表演团打的一团糟。 同时,崔浩哲也在胆战心惊地等待着那个人的到来,那个人说过,他会来找他的,一切等他来了,才会真相大白。 当崔浩哲听到后面那个陌生而又熟悉的,魔鬼一样的声音时,他知道他来了。 崔浩哲惊恐地默然回头,他看见了一张白皮肤的脸,脸的主人是一个高个子年轻人,金黄色的头发,金黄色的眼珠,怎么看也不像一个魔鬼,但是他的手中却端了一把怪模怪样的枪。 黑洞洞的枪口点在了崔浩哲的后背上。 崔浩哲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吓得浑身打颤,哆嗦着嘴唇说不出话来。 他怎么也不明白,自己什么时候招惹上这样的亡命徒了。 哦,崔先生,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过,我向你保证,你很快就能明白,现在,我需要你陪着我一起看好戏。 对了,你妻子来了。 黄头发的声音舒缓而优雅,如果不看他手中的枪,还以为他在和老朋友讲话。 崔浩哲按照他指示的方向朝赛场的大门口看去,只见两个身穿黑色运动衣,戴着头套的人压着一个漂亮的中年女人,静止朝主席台走来。 崔浩哲清晰地看到,那个女人就是他的妻子,小花。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惊恐的情绪在崔浩哲的脑海里,不断地翻腾着。 由于此时正值赵长枪一个人打倒了五镇会馆的八个人,人们欢声沸腾,场面极其混乱,竟然没有人发现主席台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就连正在擂台上的赵长枪都没有发现,他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面前的倒国鬼子身上了。 根本没有想到主席台上会发生变故。 和崔浩哲坐在一起的人倒是发现问题了,但是他们早已经吓得尿裤子了,哪里还敢大声喧哗? 最搞的是那个解说员,他完全被赵长枪精湛的搏击给吸引了。 此刻也顾不得这样的比赛和不合规矩,他应该不应该解说了。 竟然冲着话筒兴奋的一个劲用韩语大呼哦,天哪,他赢了,他胜利了,一个对八个。 他竟然胜利? 了? 这家伙,可不知道,他这几句话竟然成了他解说生涯中最后的绝唱。 就当他兴奋地高呼时,站在崔浩哲身边的黄头发青年,皱着眉头看了看他兴奋的背影,嘟囊道。 妈的,真吵,你该闭嘴了。 说完,对着解说员的后背,突突突就是一梭子。 解说员的后背顿时被打出了几个血窟窿,身体缓缓地朝地面倒去,他痛苦地扭动了一下身子。 回过头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遗憾的是,他最终也没有看到他死在了谁的手中。 微声冲锋枪的声音并不大,但是那些负责直播的工作人员马上发现了解说员出事了。 灯光师迅速地将灯光从赵长枪的身上转移到了黄发青年的身上,摄像镜头也跟踪了过去。 赵长枪听到枪声后,心中一惊,本能地伏低了身子。 眼神好像刀子一样扫向了枪声传来的方向,随着灯光转移过去。 他看到一个黄头发黄眼睛,手拿微冲的年轻人。 赵长枪是行家,一看年轻人手中的枪,心中就是咯噔一下子。 这是号称沙漠杀手的乌奇冲锋枪,以色列制式武器,拥有这种枪的人绝不是简单角色。 赵长枪的第一反应是自己幼玉樱花族的杀手了,但是当他见持枪年轻人看向自己的眼神时,他否定了自己的猜测。 那个年轻人看向自己的眼神好像并没有多少恨意。 奶奶的,这到底怎么回事? 碰上劫匪了,可是这里也不是银行啊,他们有什么好劫的? 赵长枪一边在心中嘀咕,一边用眼神在大厅中扫视。 这是一个封闭式样的专用拳击比赛馆,周围是由低到高的观众席。 赵长枪的眼光在人群中,扫过,竟然又发现了几个形色可疑的人。 很可能这些人和台上的劫匪是一伙的,不过他们混进来得更早。 赵长枪正在眼神四扫,不断观察,心中不断思量着接下来自己该怎样做。 就在此时,主席台上持枪人忽然将枪口对准了他,用流利的话语说道。 哦,对不起,先生,请不要打怪主意。 我知道你很厉害,但是相信我,你快不过我的子弹。 你们是什么人,到底想要干什么? 赵长枪站起身来,看着面前的俄罗斯人,平静地问道。 单独面对前面的这把枪,他有把握在躲开子弹的同时,将对手置于死命。 但是赵长枪能感觉到,此时,整个比赛馆里,不知道藏了多少把枪,他躲得开一把,躲不开两把,甚至更多。 所以他绝不能轻举妄动持枪人轻轻地耸耸肩,对赵长枪露出一个笑脸,说道。 哦,我来自华国的尊贵朋友,好像这不是你要知道的事情。 说起来,我应该谢谢你,如果不是你制造了刚才的轰动,让所有的观众都疯狂起来,我的计划绝对不会这么顺利地完成。 好吧,现在你开始祈祷吧,希望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 谁都想不到,持枪人在这个时候,还能笑得出来,并且将将话说得如此平静,一点都让人想象不到,他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见你个大头鬼,赵长枪嘟囔道。 他能从持枪人的话中想到,他的心理素质,到底有多好。 就在此时,观众席的众人终于弄明白了眼前的状况,一个长发美女忽然发现了浑身是血倒在地上的解说员,于是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声尖叫。 啊,杀人了。 可是,他张大的嘴巴再也合不上了,突突的一阵枪响,永远结束了他的恐惧。 女人,真是令人麻烦的动物。 他应该把尖叫声留在床上。 持枪人看着消失在人群中的女人身影,嘟嚷一声,然后忽然对着不远处的摄像,用韩语说道。 嗨,嗨,哥们,将镜头调准一点,对准我的脸,对,对,就这样。 很好,如果你的生命还有明天,我准备请你喝下午茶。 摄像师战战兢兢地将摄像机镜头对准了眼前的魔鬼,生怕一不小心就招来一串子弹。 赵长枪也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持枪人的表演,身子一动不动。 虽然他不知道面前这伙人是什么来头,但是他知道面前这伙人绝不是什么好鸟。 他在等待一个机会,在等待一个一击必杀的机会。 这时,由持枪人主持的实况转播开始了,只听这家伙对着话筒说道。 嗨,各位领导,大家下午好,我就是你们一直在寻找的猎人。 你们一定很高兴能在屏幕上看到我。 你们知道,我想要什么? 对,一点不错,我要你们立刻。 放了我的兄弟,对,所有兄弟。 然后,将我的货完完整整的,一毫克也不能少地让我的兄弟带走,同时作为补偿。 你们应该将五千万美金交给我的兄弟。 哦,让我想想,我的兄弟应该需要一架飞机,让他们乘坐飞机离开这个该死的国度。 比赛馆的上方悬挂着一个大正方体,正方形的四个例面都是电视大屏。 猎人的话刚说完,屏幕瞬间切换,一个挂着警衔的中年警察出现在屏幕上。 猎人,你的要求,我们会考虑的。 但是,你必须保证,比赛馆内所有人质的安全。 中年警察沉稳地说道。 哦,听起来你的态度不错。 不过如果我没有料错的话,现在跆拳道馆的外面,恐怕早已经重兵云集了吧。 不过,不要紧,我会给他们一个小礼物。 猎人说着话,不经意地朝某一个方向点了点头。 赵长强的目光,马上顺着猎人的目光看了过去,只见在赛馆的西北角上, 坐着一个亚裔年轻人,手中拿着一个米黄色的遥控器,看到猎人投过来的目光后,毫不犹豫地按动了遥控器的按钮。 哄,一声巨响。 赛馆的东飞角冒出一片火光,十几个人被爆炸产生的剧烈冲击波先飞出去。 从那里传出一片鬼哭狼嚎声。 巴唧,一件东西掉到了赵长强的面前,赵长强定睛一看,原来是截人的小腿, 看上去是一个女人的小腿,纤细白皙,却已经被鲜血染红,鞋子甩飞了。 赵长强看着落到面前的小腿,不但没有害怕,心反而更加沉静下来, 他知道自己今天算是遇上真正的汉匪了,必须要小心行事, 不然,真可能要把命丢在这里。 赵长强双手抱头,偷偷地瞥了一眼杜平县武术团的包厢, 借着灯光,他看到邹富贵正在安慰大家,好像让大家稍安勿躁, 而医生和洪亚伦却走到了一起。 赵长强抬头看了看猎人,看到他正在喋喋不休地和警方谈判, 于是轻轻地晃了晃脑袋,示意了一下西北角。 包厢里的医生轻轻地点了点头,偷偷迈步走出了包厢, 他的怀中揣着刚刚组装完成的六四手枪。 赵长强再次将注意力放到了猎人身上,猎人正在对着镜头轻轻微笑, 如果换个环境,谁都会感到猎人的这个微笑非常的迷人。 怎么样?警官先生,对我的这个礼物还满意吧? 这只是小意思,算是你们对我没有礼貌的报复。 接下来怎么做,相信你很明白?提醒你一下,我的耐心并不好。 猎猎人的声音依然平静,但谁都能感到其中散发出的寒气。 屏幕中的警察面色变得有些苍白,大概他没想到劫匪竟然如此凶悍, 说杀人就杀人,还是大规模的杀人。 你的货,我们可以马上还你,但是你要的现金太多, 我们需要时间筹集,并且你要的飞机, 我们也需要联系民航局,这都需要时间。 希望你能给我们时间。 警察为了不再刺激劫匪杀人,用尽量平静的语气说道。 好吧,我可以给你们一个小时的时间。 一个小时后,我如果接不到我兄弟的电话,我会开始杀人。 你应该知道,自从我踏进这个门,我就没再打算活着离开这里, 我要的只是我的兄弟和我的祸平安。 猎人平静地说道。 大概为了让劫匪在这三个小时里不要丧失耐性, 屏幕中的警察又说道。 猎人,那些人质是无辜的,我想将事情的真相告诉他们, 你看可以吗?他们就算是死,也应该有知情权。 好吧,只要你能快点将我的人送走,我管你,和他们说什么。 猎人无所谓地说到说完,从兜里取出一颗雪茄, 冲面前的崔浩哲示意了一下, 崔吴哲多里哆嗦地给他点上了。 喇叭里传来那名老警察沉痛的声音, 老警察每说完一句,后面便跟着一句英文翻译。 先生们,女士们,各位国外有人们, 由于我们的工作疏漏,给大家带来了生命危险, 对此,我以国家安全部的名义向大家表示最沉痛的道歉。 现在我以沉痛的心情向大家陈述一件事情, 老警察开始自己的陈述。 赵长强虽然英语水平不高, 但是听懂那些翻译还是没有问题的, 通过老警察的话,再加上赵长强自己的推断, 他终于基本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来在俄罗斯、韩国、岛国三国之间一直存在着一个毒品交易团伙, 供货方是岛国, 进货方是俄罗斯, 韩国是中间商。 这个联合犯罪团伙非常的狡猾, 交易量也非常的大, 都是在韩国领海上交易。 一旦发现不对头, 马上向公海逃离。 警方几次想抓住他们都没有成功。 一个月前, 韩国警方终于获得线人秘密消息, 最近, 他们将要在海上再次进行交易。 警方经过缜密调查, 得知了犯罪团伙的交易地点。 于是, 就在三个小时前, 他们在事先布控的海域成功抓获了交易双方的犯罪分子。 让警方始料未及的是, 犯罪团伙的交易并不是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的方式, 而是货, 款分离。 交易由两伙人同时进行。 海上的两伙人只负责交易货, 而负责付钱的人却在首尔。 当俄罗斯的买家在海上得到货之后, 马上给首尔的同伙打电话, 然后由同伴将钱付给中间商。 警方只是把海上负责交货的双方给抓住了, 在首尔城内负责付款和收款的双方却没有被抓住。 负责在首尔交款的正是猎人。 俄罗斯国家A级通缉犯, 杀人如麻, 性情暴力阴险, 但是浴室却极其地冷静, 心理素质极强, 曾经几次从警察的眼皮子底下逃脱。 猎人得知自己的人和货都被警方端掉之后, 一点都没有惊慌, 他马上展开了行动。 猎人认为, 只要自己手中有足够多的人质, 就能让警方乖乖地放人。 于是, 猎人马上就将目光聚焦到了 正在首尔举行的国际跆拳道邀请赛。 那个比赛馆他去过, 是个封闭型的赛馆, 只要自己的人把住四个门, 谁也别想从里面出来。 并且, 猎人知道, 在比赛馆里面是有大量的外国人的, 拿这些人当人质, 韩国派引起国际纠纷, 必须得乖乖听他的。 炸弹是早就准备好的, 这年头炸弹都能带上飞机, 猎人的手下很轻松地 便把炸弹带进了比赛馆。 但是, 将炸弹带进去容易, 想分别安装到不同的地方就难了。 整个赛馆里到处都是人, 只要他们一动, 肯定会被人发现。 为了在安装炸弹时, 不被人发现, 必须要制造一点混乱, 来吸引大家的眼球, 而制造混乱的最佳地点就是擂台, 因为那里是所有人的焦点。 在封闭的赛馆内, 安装炸弹是个非常有技术含量的活。 位置的选择更是非常重要, 猎人要让每一次爆炸都会带走一定数量的生命, 但是也不能一下子死人太多, 几下子就把人质和自己都炸没了, 就没得完了。 所以, 为了让混进赛馆的人顺利地安放下炸药, 他决定在擂台上制造点混乱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而最容易让擂台发生混乱的无非就是裁判、 评委和大会组办方代表。 裁判可以判罚不公, 评委可以评分不公, 组委会可以毫无理由地取消某一个表演团的表演资格, 这些因素只要有任何一个因素爆发, 就能在擂台上轻松地惹起一场混乱, 吸引足够的眼球。 猎人选择了组委会主席崔浩哲, 他直接绑架了崔浩哲的妻子, 依此来威胁崔浩哲, 让他故意制造混乱。 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 他刚带人将崔浩哲的妻子控制住, 打算打电话威胁崔浩哲时, 忽然接到了手下的电话。 这名手下早已经混进了赛馆, 他告诉猎人, 不用威胁崔浩哲故意制造混乱了, 台上已经乱了, 并且乱得精彩绝伦, 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 只要让崔浩哲维持这种乱状, 不要横加阻拦, 就一切OK。 于是, 当崔浩哲看到擂台上的情况失控, 武真道场的人不顾武道礼仪, 凶悍地嘲笑林僧人出手的时候, 刚想要以组委会的名义阻止武真道场, 却忽然接到了崔浩哲的那个电话。 那个让他维持现状, 不作为的电话。 崔浩哲无可奈何, 只好服从。 猎人绑架了崔浩哲的妻子后, 也迅速地朝比赛馆赶来。 直到猎人的身影出现在韩国老百姓千家万户的直播营屏上, 韩国警方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猎人对警方说出自己的诉求之后, 警方才恍然大悟, 一切都是因为国家海警在三个小时前的那场海上抓捕行动。 警方为自己的调查不详细, 最终导致如此恶果而后悔不已。 同时将这件事上报了国家安全部, 于是整个国家机器都高效地运作起来。 猎人知道警方肯定在想办法对付他, 但是他一点都不在意,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只要人质在自己手中, 自己什么都不用怕, 除非政府那帮货真的不把这里的数千条人命不当回事。 猎人料定政府没有那么大的胆子。 赵长强一边在心中猜测着事情的整个来龙去脉, 一边继续打量着整个跆拳道比赛专用赛馆。 整个赛馆是封闭式的, 只在四个角上有四个大门作为出入口, 大门上挂着厚厚的门帘, 不知道赛馆的外面正发生着什么。 虽然此刻灯光师将灯光全部打在了擂台上, 不敢随便挪动灯光, 生怕招来致命的子弹, 但是赵长强还是依稀看。 倒在每一个大门口都占了一个头戴面罩的黑衣人, 手中端着长长的突击步枪, 距离远,赵长强看不清是什么枪, 这些人都是跟着猎人后来进来的赵长强, 又抬头看了看西北角, 那个手拿遥控器的家伙已经消失了, 而医生也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 人群中除了传来嘀嘀的啜气声, 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连那些受伤的人都强忍着痛苦, 不敢吱声。 生怕自己的叫声惹怒了面前的这些魔鬼, 将他们彻底地送上西天。 一股死亡气息在整个赛馆内不断地蔓延。 赵长强的眉头凝成了一个疙瘩, 劫匪手中有枪, 有炸弹, 自己很难将他们制服, 要命的是这里的人太多了, 赵长强毫不怀疑, 如果劫匪手中的步枪响了, 一颗子弹绝对能像串堂葫芦一样, 至少射死两人, 更别说那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炸弹了。 就看医生能不能顺利将引爆手干掉了。 赵长强暗暗地想到, 现在对所有人威胁最大的, 就是那些散布在各处的炸药。 只要医生能将那个手持引爆装置的爆破手干掉, 赵长强就能瞬间将主席台前面的猎人控制住。 到时候, 那些剩下的劫匪投鼠忌器, 就不敢随便地开枪伤人。 而躲在包厢里的红亚伦李镖等人, 就可以趁此机会, 大规模地出动, 分散到人群中, 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劫匪一个个地消灭。 这是唯一比较稳妥的方式, 只有这样, 才能将伤亡降低到最小。 想到这些, 赵长强又抬眼看了看黑钱钱的人群, 想找到医生的影子, 但映入他眼帘的只有一张张惊恐不安, 而又模糊的脸, 哪里有医生的影子。 就在此时, 之前的那个老警察又出现在擂台上方的大屏幕中, 只听他说道, 猎人先生, 我们正在按照你的要求进行准备, 大约两个小时后便能准备完毕。 在这期间, 我们要派医生进入会馆给伤员进行治疗。 当然, 我知道, 里面有医生, 但是那些烧伤病人需要专业的治疗。 赵长强马上意识到, 警方要派人进来了, 所谓的医生也许只不过是个幌子, 他的心中苦笑了一下, 现在这种轻苦下, 如果不能解决掉那个爆破手, 就算进来再多的人也没用。 况且, 眼前的这个猎人先生绝对是个高智商的人, 单看他能熟练地使用数国语言, 就能看出来。 果然, 老警察的话刚说完, 猎人就对着话筒说道, 哦, 我仁慈的警察先生, 上帝会为你的仁慈而感动, 但是我不会, 因为不是上帝, 我是魔鬼。 要想让他们好起来, 只有一个办法, 快点让我们的合作结束, 快点让我的朋友, 离开。 还有, 从现在开始, 趴在地上, 强忍着身上被赵长枪打出的重伤, 一动也不敢动, 他们的心都紧张到了极点, 生怕稀里糊涂地死在了这里。 一块三角形的玻璃渣子从空中掉下来, 不偏不倚地插进了一名五真弟子的脖子上, 鲜血顿时围着他的脖子饶了。 一圈。 这名五真弟子的心情, 本来就紧张到了极点, 此时猛然挨了这么一下子, 神经一下子崩溃了, 他竟然猛地从地上窜起来, 吼叫着朝猎人冲去, 嘴里疯狂地喊着, 我要杀了你。 赵长枪的目光, 瞬间从这名五真弟子身上, 转移到了猎人的身上, 他知道这个时候, 最危险的, 不是这个发狂的五真弟子, 而是手中持枪的猎人, 这个五真弟子死定了。 死定的不是这个五真弟子, 而是擂台上的所有五真会馆弟子。 只见猎人手中的枪, 枪口不断地跳动着, 发出清脆的鸣叫声, 一颗颗罪恶的子弹, 好像传说中的灭魂钉一样, 让倒在地上的八个岛国弟子, 瞬间全部魂飞魄散, 鲜血顿时在他们的身边蔓延开来。 台下, 五真会馆包袭里面, 传来一声怒吼, 大山三尺提着一把武士刀, 怪叫着朝猎人扑去, 但是还没有跑出半步, 胸膛就被猎人打成了马蜂窝, 身体扑通一声, 倒在了地上。 主啊, 原谅他们的无知吧, 猎人的脸上自始至终保持着微笑, 将所有岛国人都干翻后, 竟然单手在胸前画起了十字, 然后, 动作熟练地开始给手中枪换弹夹。 自从猎人的枪开火, 赵长枪的眼睛就一眨不眨地 看着不断跳动的枪口。 只要那枪口描向了自己, 赵长枪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哪怕真的惹怒躲在暗中的引爆手, 再次引爆炸弹。 所幸, 猎人的枪口始终没有对准他, 他也在暗中松了一口气。 猎人手中可不是单发的手枪, 而是火力强悍的冲锋枪, 赵长枪也没有把握能快过他的枪。 然而, 就当赵长枪看到猎人开始换子弹的时候, 他心中忽然产生了一种立刻将猎人制服的冲动。 他有把握在猎人换弹夹的间隙, 一举将它制服。 但是赵长枪最终还是放弃了, 如果不能解决掉威胁最大的引爆手, 就算自己能把猎人制服, 引爆手也能强迫自己, 再次将猎人放开。 而到时候, 自己的命可就危险了。 赵长枪的身体一动不动, 好像钉子一样钉在地上。 此时, 擂台上的鲜血已经蔓延到他的脚下, 但是他的脚却一动没动。 在一连串的枪声下, 竟然稳如泰山, 脸上连一点惊慌的表情都没有。 猎人发现了赵长枪的不同寻常, 他将换好弹夹的微冲枪口, 对准了赵长枪赵长枪的心中咯噔一下子。 但是脸上的神色却更镇定了, 他的嘴角甚至微微上挑, 用带着一丝不屑的声音说道, 你杀不了我。 说话的时候, 赵长枪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猎人扣向扳机的手指, 浑身上下的肌肉都紧绷了起来, 好像一张拉满的弓, 又像一头蓄势待发的猎豹。 虽然自己的枪口指着对方, 但是猎人却明明感到从对方身上传来一股令他胆寒的杀气, 好像此刻被别人逼在枪口下的人是自己, 而不是对方。 他感到对方不是在吓唬自己, 他真的无法做到一击必杀, 即使他一向对自己的枪法很自负。 就当赵长枪和猎人之间剑拔弩张之时, 整个赛馆的外面已经被特警包围了起来, 但是里面的劫匪软硬不吃, 不放任何一个人进去, 并且拒绝谈判, 让营救行动陷入了僵局。 负负负责指挥这次营救行动的警察局长朴正明不断地用手擦着脸上的汗水, 劫匪已经引爆了一次炸弹, 刚才又传来一阵枪声, 鬼知道里面已经你死了多少人。 难道这次行动就这样彻底失败了? 那可是数千条人命啊! 朴正明恨不能跪下来向上天祈祷。 现在, 他已经派人按着劫匪的要求进行准备, 直升机已经准备好。 但是朴正明知道, 不到万不得已, 绝不能向劫匪妥协。 如果这次真的让劫匪从自己的眼皮底下安全溜走, 韩国警方算是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在整个世界上也甭想再抬起头来。 更重要的是, 这一次, 警方一旦示弱, 鬼知道这些疯狂的家伙下一次会搞出什么动静。 就当赵长强被猎人的枪口逼住的时候, 杜平县武术表演团包厢里的人也紧张到了极点, 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生怕那黑洞洞枪口里会喷出罪恶的火舌。 猎人的手指始终没有去扣动扳机, 既然无法将对手一击必杀, 他就不会去冒险, 因为他和警方的交易还没有完成, 他不能因小失大。 猎人的脸上忽然再次闪现出一丝笑容, 对赵长强说道, 来自华国的朋友, 你很强大, 让我感到了威胁, 但是我很佩服你。 如果有下次, 我想和你喝一杯。 猎人的华语竟然也非常的流利。 很荣幸猎人先生能看得起我, 我很好奇, 你为什么叫做猎人呢? 难道你以前曾经是个出色的捕猎者, 赵长强开始分散猎人的注意力? 哦, 我的朋友, 你真聪明, 我一直是个好猎手, 不过我的猎物是警察, 还有他们。 猎人指了指躺在地上的死尸, 接着说道, 我喜欢看他们躺在我脚下流血的样子, 那感觉棒极了, 每一次看到鲜血喷涌, 我都感到我的灵魂在那鲜红上跳舞, 猎人怂怂间说道, 饶师赵长强见多了生死, 此刻听到猎人的话, 也有些作呕, 他感到, 此刻站在他面前的人是个真真正正的恶魔。 杜平县武术表演团的包厢里, 洪亚伦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他取出手机看了一下, 然后啪啪啪打了几个字符, 发, 送了出去。 李彪凑了过来, 小声问道, 你在干什么? 今天运气不错, 我在买彩票。 洪亚伦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说道, 好像丝毫没有感到充斥在整个赛馆里的死亡气息。 切, 李彪抓抓大胡子, 又坐到了一边。 大家凑过来一点。 洪亚伦收起脸上的笑容, 小声的正色说道, 几个人将脑袋凑到了他的身边。 刚才接到医生的短信, 他已经在人群中找到了引爆手, 并且查明了劫匪的数量和位置。 混进来的劫匪总共有15名, 论徒手格斗, 他们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但是, 我们现在不能随便走动, 不然很可能会招来一阵子弹。 五分钟后, 医生会干掉威胁最大的引爆手, 医生的枪声一响, 老大肯定会在第一时间制服猎人。 这个时候, 枪歌就会成为所有劫匪的活靶子, 吸引他们全部的注意力, 我们就可以趁这个机会冲出包厢, 快速地混入人群中, 然后按照医生刚才提供的信息, 悄悄地迅速赶到这些劫匪的身边, 将他们制服。 怎么样? 有没有问题? 这样一来, 赵副局长的处境岂不是最危险, 那些劫匪手中拿的可都是威力巨大的步枪。 并且, 大厅里人这么密集, 要想快速地赶到那些劫匪身边, 和他们短兵相接, 恐怕很难。 邹富贵担心地说道, 大家都是舞蹈高手, 如何快速地通过人群, 想必大家应该都有高招吧。 洪亚伦看着大家说道, 不行, 我感觉这样做还是太危险了, 我们为什么不等着韩国警方和犯罪分子的谈判呢? 也许他们会答应劫匪的要求。 等到劫匪坐飞机走了, 我们不就安全了, 邹富贵又说道, 不行, 别人可以这样想, 但是我们不能, 现在离猎人最近的, 除了主席台上的那些笨蛋, 就是枪哥, 我敢打赌, 如果他们要走, 肯定会带上部分人质, 而枪哥肯定是猎人的首选。 战斗是不可避免的。 最重要的是, 难道你们不想为那些无辜的死者做点什么? 再说, 鬼知道, 警方会不会向劫匪妥协, 也许现在他们正在外面准备强攻呢? 好了, 时间不多了, 下面我分派一下大家行动目标。 洪亚伦快速地将行动目标告诉了大家, 让他们记住自己的行动路线, 然后, 便默默地等待着医生的枪声。 擂台之上, 赵长枪和猎人聊得正欢, 好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 此时此刻, 整个赛馆里虽然聚集了几千人, 却没有一点动静, 就连之前的啜气声和伤员的呻吟声也消失了, 不知道那些伤员被劫匪直接干掉了, 还是忍住了疼痛不敢之声, 没有一个人走动, 每个人都像木偶一样站在那里。 瞪大惊恐的眼睛, 看着随处可见的, 跳跃着红色字符的炸弹。 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劫匪, 脚下不知踩着什么东西, 高高地矗立在人群中, 好像鹤立鸡群一样, 手中端着步枪, 保持警戒姿势, 黑洞洞的枪口, 在人群中不断地缓缓地移动着, 好像张开了的恶魔的嘴巴。 整个赛馆里, 只有猎人和赵长枪的对话声, 灯光打在他们身上, 映照着满地的死尸, 已经变成暗红的血液, 整个场景充满了令人恐怖的死亡气息。 砰! 就在此时, 一声枪响, 打破了这一切。 赵长枪可以算得尚是轻武器专家, 单听声音他就知道这是老六四发出的声音, 瞬间他便判断出这是一声开的枪, 危险最大的引爆手被解决了。 猎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本能地抬头朝发出枪声的地方看去, 枪口也指向了那个方向。 赵长枪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在枪口离开他身体的那一刻, 他的身体好像猎豹一样, 两个起落就到了猎人的身边, 同时, 身在空中, 便甩出了追魂枪。 猎人也不愧是酒精沙场的汉匠, 当他的眼角余光撇到赵长枪动作的瞬间, 心头就感到一阵冷森森的寒意。 不好, 猎人心中暗叫一声, 同时右手迅速调转枪口对准了赵长枪, 瞬间就要扣动扳机。 然而就在此时, 他的眼前忽然感到荧光一闪, 接着手中一清, 当他的目光转向自己的手腕时, 脑海中还在想着快点扣动扳机。 可是, 当他看清自己的手腕时, 他知道自己以后永远也不能开枪了, 他的整个右手腕被其斩斩地砍断, 连同乌旗冲锋枪八击一声跌落在地下。 赵长枪的身形几乎和猎人的手腕同时落地, 顺手一把便将猎人扯到了怀中, 然后迅速地滚到了擂台的脚下。 啪啪啪, 一连串的子弹洒落在擂台上, 可怜那些五针道场的弟子, 尸体又一次被子弹耕地一般离了一遍, 威力强大的步枪子弹几乎将他们的身体打得稀烂。 都他妈的别开枪, 再开枪, 我就割下他的脑袋, 照长枪抱着猎人迅速地滚到一个射击死角, 大声地冲那些枪手喊道。 没想到, 此时他怀中的猎人竟然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华国朋友, 你想来个反劫持, 你打错了算盘。 如果你不想那些无辜的人快点死的话, 就快点放开我。 猎人的确够彪悍的, 掉了一只手, 竟然眉头都没皱一下, 只是用左手从身上撕下了一块衣巾, 在牙齿的帮助下, 在小臂上狠狠地系了一个扣, 以阻止血液的快速流逝。 现在连照长枪都有些敬佩这家伙了, 要不是这家伙走上了歧途, 倒真是值得一交的硬汉。 当医生的枪声响起的时候, 原本静的可怕的赛馆立刻乱成了一锅粥, 失去理智的人们到处乱窜, 嘴里哭爹喊娘地叫着, 幸亏此时那些枪手将枪口都对准了擂台上的, 赵长枪, 无暇顾及他们, 不然早就血流成河了。 洪亚伦和杜平县武术表演团的人, 在第一时间就跑出了自己的包厢, 展开身形朝那些枪手跑去, 他们手中没有枪, 只能靠近他们, 和他们展开近距离格斗。 但是, 此刻场面实在太乱了, 即便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仍然无法快速地赶到那些枪手的身边。 洪亚伦竭尽全力地, 朝不远处的一个枪手赶去, 嗓子好像着了火一样, 他猛然感到, 自己和医生制定的这个计划, 还是太草率了。 现在枪哥正在敌人的枪口下, 随时有重弹的危险, 最要命的是, 如果此时, 这些枪手一旦放弃射击枪哥, 而开始朝人群射击, 那一切就都完蛋了。 到时候, 也许他们会受到韩国警方的追责。 毕竟, 这是他们的擅自行动。 行动成功了, 杜平县武术团变成了英雄, 如果造成了大量人员死亡, 那他们这伙人可就成了罪人了。 就当洪亚伦万分着急之时, 他忽然惊喜地发现, 不远处的那个劫匪竟然举着枪, 一边不断地朝枪哥的方向射击, 一边朝自己的方向跑来, 两个人相向运动, 竟然很快就要碰到一起。 原来这名劫匪看到赵长枪 躲到了一个射击死角, 自己的位置无法对他形成有效射击, 就想跑到擂台边上对他进行抵近射击, 没想到却和正朝他赶来的洪亚伦碰个正着。 赵长枪躲在擂台下的一个角上, 被密集的子弹射得抬不起头来。 擂台处在整个赛馆的最中间, 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射击死角, 枪手只要挪动一下脚步, 就能对他构成直接射击。 哦,我的朋友,你完了,很遗憾, 不能和你一起喝下午茶了。 都这份上了, 猎人还不忘调侃一下赵长枪。 赵长枪知道情况凶险, 一个不留神就会死于非命, 他可没时间和猎人聊天了, 一记手刀劈在他的后脑上, 猎人彻底地晕了过去。 此时,赵长枪手中的追魂枪 已经被他缩了回去, 变成了一把匕首形状, 赵长枪手腕挥动, 追魂枪猛然在擂台壁上画了一个圈。 擂台壁是厚重的石木板, 里面是空的。 追魂枪划过, 一个圆洞出现在赵长枪面前, 里面黑洞洞的, 赵长枪也顾不上许多了, 连成一线的子弹已经射到了他的脚边。 他纵身便跳进了圆洞, 同时,右手一探, 将猎人也硬生生地拉了进去。 他现在和猎人还不能分开, 鬼知道这些疯狂的家伙 手中有没有手雷之类的大杀伤性武器。 如果有, 直接在擂台上面扔上几颗, 他就真的可以去和猎人和下午查了, 里面黑洞洞的。 赵长枪刚钻进去, 脑袋就被擂台下面的曹钢龙骨撞了一下, 要不是脑袋结实, 直接就得头破血流。 擂台顶端是厚重的是石木板, 然后是化学纤维, 最上面是保护电层, 这种厚度, 挡住手枪子弹是没问题的, 但是要想挡住劫匪手中的步枪子弹, 却实在不够看, 眨眼尖, 擂台的顶端就出现了一排排的透明窟窿, 子弹打在擂台下的钢龙骨上, 叮当作响, 擦出一溜溜的火花, 被弹飞的榴弹 嗖嗖地从赵长枪耳边飞过。 幸亏劫匪看不到赵长枪的身影, 只能凭感觉穿射, 没有命中赵长枪。 赵长枪心中稍稍安定了一下, 敌人一个劲地朝他射击, 说明猎人在他们组织中的地位很高, 也说明那些无辜的观众暂时是安全的。 自己第一时间控制了猎人, 看来这一招算是对了, 剩下的就是在那些枪手 没有对群众展开屠杀之前, 将他们干掉。 猎人还在昏迷不醒, 赵长枪不再去管他, 借着从上面子弹孔中传来的光线, 朝一个方向抹扎着爬去。 他记得猎人的那把冲锋枪就掉落在那个方向。 现在他最需要的就是枪。 赵长枪七绕八绕, 很快就从擂台下面的这一边到了另一边, 他再次摸出追魂枪, 用明晃晃的枪间朝擂台壁滑去。 洪亚伦看着一边举着自动步枪, 疯狂朝擂台扫射, 一边朝自己的方向飞速赶过来的劫匪, 心中大喜, 哈着腰,加快脚步朝劫匪迎了过去。 正在射击的劫匪一点也没有意识到, 他正在向死神走去。 瞬间两人就碰到了一起, 就在擦肩而过的瞬间, 洪亚伦原本哈着的腰猛然直了起来, 右手乘抓, 猛然扣住了劫匪的脖子。 从劫匪的脖子上传出咔嚓一声脆响, 劫匪瞪大眼睛, 歪着脖子倒了下去, 他致死都不明白, 这些已经吓得六神无主的观众, 怎么会突然就要了自己的命呢? 洪亚伦一把将枪抄在了手中, 口中冲着混乱的人群狂呼道, 都趴下,趴下! 然而, 此时人们早已经失去了理智, 只是好像眉头的苍蝇一样乱跑。 洪亚伦声嘶力竭的声音, 充斥进他们的耳朵, 他们却好像没有听到一样, 只是机械地拥挤着, 喊叫着。 羊群遇到狼的时候, 会挤成一个团, 每只羊都把脑袋凑在里面, 把屁股露在外面, 好像这样就能躲避恶狼, 人在慌乱之时, 其实比羊群聪明不了多少。 其实, 劫匪只有十几个, 而观众却有上千人, 如果站在劫匪身边的人 能奋不顾身地将劫匪抱住, 这些人瞬间就能将劫匪制服。 然而, 此时这些人都被劫匪手中的枪下破了胆, 只想着怎样逃命了。 混乱的人群终于激怒了一名劫匪, 他不再朝擂台盲目地射击, 而是调转枪口对准了乱纷纷的人群这家伙, 打算大开杀戒了。 然而还没等他手指扣动扳机, 一颗子弹瞬间从他的左边太阳穴射入, 当从他的脑袋右边出来时, 扬起了一片血雨。 劫匪的身体沉重地倒在看台席的过道上, 纷乱的人群固步地欣赏他死亡前的挣扎, 乱糟糟地从他身上碾压而过, 顷刻间, 他的身体便被踩成了肉饼。 这压死得可不是一般的惨。 开枪的正是洪亚伦。 魔鬼训练营几个月的特训效果显露了出来, 夺枪在手的瞬间, 洪亚伦就发现了这个要朝人群射击的家伙, 他掉转枪口瞄都未瞄, 猛然就是一枪。 一枪爆头。 另外几个劫匪也忽然明白过来, 只有对这些乱糟糟的人群展开血腥的屠杀, 才能再次控制出局面, 也能尽快地将赵长枪从擂台下面逼出来。 于是, 有三个劫匪同时将枪口对准了群众, 就要扣动扳机。 就在此时, 躲在擂台里面的赵长枪恰好将擂台壁划破。 由于有几个劫匪将枪口对准了群众, 所以扫向他的子弹也稀疏了一些。 赵长枪梳得一下子从里面钻了出来, 身体在地上一阵滚动, 顷刻间便滚到了猎人丢掉的那只乌旗冲锋枪面前。 猎人的右手还在冲锋枪上挂着, 血淋淋的, 赵长枪已经来不及将断手弄下来了, 他已经瞥见有三个劫匪开始朝群众射击了。 吐吐吐。 啪。 砰。 连续几声不同的枪响, 三名劫匪一起栽倒地上, 全部都是爆头, 其中一个的脑袋直接被打成了一滩碎肉。 赵长枪抬头朝一个方向看去, 只见洪亚伦正快速移动着自己的身体, 调整着射击方向, 枪口还冒着淡淡的的青烟。 而当赵长枪看向另一个方向的时候, 他看到医生瘦削的身影刚刚消失在人群中。 靠,够准的,能和我有一拼了, 魔鬼训练赢的前眉白花, 赵长枪嘴角一翘,露出一丝笑意。 虽然几个劫匪连续地丢掉了性命, 但是剩下的人一点都没有慌乱, 而是全部将枪口对准了众人。 大概他们看到赵长枪从擂台下面出来, 而他们的头猎人没有出来, 知道猎人已经凶多吉少, 打算和这里的所有人都同归于尽了。 然而让他们想不到的是, 他们已经失去了向群众开枪的机会。 杜平县武术表演团的小伙子们 一直在奋力地朝他们靠拢。 他们刚把手中的枪仰起来, 要对群众射击, 便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杜平武术表演团 小伙子们的打击。 这些小伙子可都是真正的高手, 讲完枪, 他们和劫匪没法比, 但是讲进深格斗, 十个劫匪也不是对手, 众人先是打飞面前劫匪的枪, 然后喊李喀扎, 三下五除二, 便将劫匪全部制服在地。 此时到处都是纷乱的人群, 赵长枪也不知道, 劫匪到底有没有被全部干掉, 端着枪四处警戒, 直到整个赛馆再也没有枪声传出, 他才意识到, 劫匪可能真的全被消灭了, 赵长枪一步走到麦克风面前, 用英语大声吼道。 都别乱动, 劫匪已经全部被消灭, 你们已经安全了。 听着音响中传出的震耳欲聋的声音, 纷乱的众人, 这才忽然意识到, 枪声已经停止了, 危险好像真的解除了。 他们那颗惊恐的心, 这才稍稍安定, 但是随之而来的, 就是乱七八糟的呼喊声, 丈夫找妻子, 母亲找儿子, 哭声一片。 但是秩序最终还是稳定了下来。 自从赛馆内的枪声连续地响起来, 早已经守在外面的武警, 就接到了往里冲的命令。 但是让他们想不到的是, 纷乱的人群好像潮水一样, 从四个出入口, 甚至防火通道中涌出来, 因为毫无秩序, 常常几个人一起朝外挤, 结果硬生生地卡在门框上, 谁也出不来。 这些全副武装的武警官兵, 别说冲进去, 就连靠近门口都不能。 警察局长朴正明急得直跳脚, 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总不能让武警官兵朝这些几乎失去理智的群众开枪吧。 就在朴正明的煎熬中, 赛馆里面的枪声终于停止了, 人群好像也平静了下来, 一杆武警这才成绩冲了进去。 当然, 当他们进去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 等待朴正明的只是如何善后的问题。 最难处理的是, 武真道场表演团的弟子全部死于非命, 朴正明马上通知了岛国驻韩大使馆, 和他们紧急沟通, 争取将影响降到最低。 其他的外国表演团, 因为躲在包厢内, 而且都是有组织的, 一直没有乱, 所以, 也没有出现人员伤亡。 杜平县武术表演团, 无疑成了最大的赢家, 本来赵长枪还担心, 韩国警方会不会追究自己私自行动的责任, 若是在华国, 杜平县表演团这样的行动, 极有可能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因为毕竟行动中死了不少人。 但是, 让他想不到的是, 警方根本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 因为韩国的相关法律, 在建议勇为的过程中, 如果造成歹徒或者劫匪的伤亡, 是免责的。 不但如此, 韩国警方还提出要中奖度平线武术表演团。 韩国近年来, 对建议勇为行为的奖励是非常大的, 保健福祉部甚至规定, 建议勇为者和国家有工人员同等待遇。 赵长枪等人不是韩国人, 当然功劳是免了, 但奖励却实打实地笑纳了。 让赵长枪等人哭笑不得的是, 首尔警察局竟然将他们请到了警局, 让他们担任格斗教练。 一时间, 杜平线武术表演团成了万众瞩目的英雄。 电视、报纸、网络各种媒体记者, 好像过江之清一样, 整天围。 这杜平线武术表演团的人转。 赵长枪乐得他们宣传杜平, 有访避街, 一次次地将杜平线推向了世人面前。 这个家伙很会做人, 在接受采访时, 总是有意无意地提到了, 江南宇让江南宇也连带着风光一把。 世人开始逐渐认识, 这个华国小城, 这个有着武术之相称号的小城, 许多人开始向往着到这个神秘的小城去看看。 两天时间里, 报纸上、 电视上、 网络上几乎所有的媒体, 都充斥着杜平线天刚星武术表演团的消息。 本来经过前几天赵长枪等人的努力, 以及麦小飞的炒作, 天刚星武术表演团就已经逐渐窜红, 现在彻底红得发自了。 最搞的是, 一名报社记者竟然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幅漫画, 画面上是两群人, 一方是精神抖擞的杜平线武术表演团的小伙子, 人群中竖起两杆大旗, 一杆上写着, 拳打南山斑斓虎, 另一杆上写着, 脚踢北海混江龙, 一个大胡子怀里抱着一杆夸张的AK四起, 枪身上写着四个大字, 专制不符。 这群人的对面是一群头戴面罩, 上面两个窟窿只露出眼睛的劫匪, 一个个垂头丧气, 举手投降, 地上还倒着几具尸体, 鲜血流了一地。 当赵长枪看到这幅漫画后, 不禁一皱眉, 问身边的医生, 我们是不是太高调了? 高调吗? 好像这个主意当初可是枪歌出的。 难道这不是你想要的吗? 医生一边用一把寒光闪闪的手术刀, 修剪着整齐的指甲, 一边说道, 是枪歌出的。 洪亚伦在旁边说道, 手中拿着那把老六四, 不断地拆开, 组装, 组装, 拆开, 好像拆分组装手枪, 就是天下最好玩的事情。 哦, 我想起来了, 真的是我说的。 赵长枪煞有介事地说道, 然后又拍拍脑袋说道。 我忽然又想起来, 应该出名的是杜平县武术表演团, 而不是我们。 从现在开始, 我们三人尽量不要出现在公众媒体上。 我们两个一直没有在媒体上露面啊, 露面的可是枪歌。 医生收起手术刀, 起身走出了赵长枪的房间。 就是。 露面的是枪歌。 洪亚伦也揣起老六四, 出去了。 赵长枪看着这两个冷人的背影, 有些发呆, 说道。 嘿, 你们两个混蛋, 怎么和你们枪歌说话呢? 当心我给你们降工资? 放心吧, 枪歌, 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门外, 两个人几乎一口同声地说道。 赵长枪虽然一直不让独龙会的兄弟经营非法的生意, 但是有时候, 他们做的事情都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 截下的仇人也不少, 对他们来说, 太过出名, 绝不是什么好事情, 只有隐藏在暗中, 才能随时给敌人致命一击。 其实, 这些天, 虽然杜平县武术表演团宏极一时, 但抛头露面的一直是邹富贵, 李彪等表演团里面的人, 再有就是白雪等负责宣传的同志。 赵长枪和医生, 洪亚伦一直躲在了幕后。 不过, 由于赵长枪是领队, 有时不得不要出面应酬。 在这期间, 发生了一件让赵长枪比较意外的事情, 由于他们在韩国表现得实在太过耀眼, 华国驻韩国大使竟然亲自接见了他们, 并且和他们共进晚餐驻韩大使胡斐先生, 是世界知名的书法家, 当他得知杜平县状, 以及杜平县领导打算在明年召开杜平县武术交流大会后, 竟然性质颇高地给赵长枪写了一幅字, 要他带回杜平, 算是他对杜平县武术交流大会的期望和祝福。 赵长枪铺开宣纸, 笔墨伺候, 胡斐先生大笔一挥, 一蹴而就, 一行龙飞凤舞的大字悦然纸上, 发扬传统国术, 弘扬民族文化。 赵长枪看到胡斐先生心情不错, 心中一动, 便跟胡大使说了一件事情, 鉴于杜平县武术表演团, 这一次在首尔宣传的如此到位, 他想在杜平建一座武校, 名字就叫杜平武校, 希望大使先生能帮忙。 胡斐痛快地答应下来, 同时提醒赵长枪, 要想把这事痛快地办成, 他得去找一下崔浩哲。 崔浩哲虽然不懂舞蹈, 但是在首尔的搏击界, 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要不然也不会当上这次跆拳道比赛的组委会主席, 如果他能帮忙, 一切都好说。 让赵长枪想不到的是, 还没等他找上崔浩哲, 崔浩哲倒是先找上了杜平县武术表演团。 他在首尔西尔顿大酒店定下了满满当当的一桌, 围着桌子挨个地给大家敬酒, 表达对杜平武术表演团的谢意, 谢谢他们的救命之恩, 并且连连赔罪, 说当初不该狗眼看人低, 只给杜平武术表演团了五分钟表演时间。 那天, 那个阴险变态, 喜怒无常的猎人一直就在崔浩哲的身边, 手中的微冲时不时地喷出一道道火蛇, 带走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特别是猎人一口气将倒在地上的八名五真弟子, 全部扫倒在血泊中时, 崔浩哲的神经都崩溃了, 他知道, 这一次, 自己是死定了。 没想到, 就当他赶到万念俱灰的时候, 赵长强竟然忽然发难, 瞬间制服了猎人, 使他得以迅速地逃进了人群, 最终保住了一条命。 因此, 他把赵长强当成了自己的救命恩人, 对赵长强充满了感激。 赵长强借此机会向崔浩哲提出了在首尔开办武校的事情, 崔浩哲立刻拍着胸脯答应下来, 连连说, 别说这事有华国大使帮忙, 就算没有大使帮忙, 他也要把这事办成。 并且允诺赵长强, 武校挂牌后, 前期宣传工作不用赵长强操心, 他全盘负责。 赵长强大喜, 不由分说地端起酒杯和崔浩哲连干三杯。 散席后, 赵长强马上把要在首尔成立杜萍武校的事情报告, 给了江南宇, 江南宇大喜。 只是赵长强, 这个武校建成后, 将会是事业单位, 他将成为杜萍县传统武术走向世界的一个门户, 一个窗口, 无论是对杜萍的未来发展, 还, 是对弘扬传统国粹, 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要求赵长强先做好注册和前期宣传工作, 他马上就会派人过来主持具体工作杜萍县要在韩国首尔建武校的事情, 已经在杜萍传开。 舆论一片哗然, 无论是官场中人, 还是武道中人都对赵长强竖起大拇指。 多少年了, 杜萍县的习武之人一直在杜萍窝里斗, 将整个杜萍县的治安都搞得乌烟瘴气。 赵长强才主抓这些武校多少天, 竟然直接把武校开到了国外, 不但扩大了杜萍武术, 甚至华国武术在世界上的影响, 而且赚的是老外的钱, 什么叫本事, 这就叫本事。 就像江南宇说的, 这个武校一旦在首尔开办起来, 就会成为杜萍在韩国的一个窗口。 杜萍县可以通过他干许多的事情, 比如武术人才的交流, 比如杜萍县武校学生毕业后, 可以通过这个武校到韩国求职, 最重要的是, 他可以不断地在国外对杜萍县进行宣传, 扩大杜萍县的影响力。 在韩国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赵长强盲成了一个陀螺。 武校事情要筹备, 虽然各方面的关系, 都有胡斐大使和崔浩哲给打了招呼, 但是许多事情, 还需要他这个杜萍县教体局副局长, 亲自到场签字。 各种应酬, 虽然比之前少了很多, 但是还是时不时地有媒体记者找上赵长强, 要对他进行专访, 虽然赵长强把这些露脸的事情都交给了大胡子李彪和白雪等人, 但是他自己还是时不时地被记者堵住, 搞得赵长强头疼不已, 直到此时, 他才忽然明白, 原来狗仔队并不是华国的特产。 还有一件让赵长强不能抽身的事情就是, 他要带着杜萍县武术团不停地接受别人的挑战。 虽然他不会亲自出手, 但是有时候, 他必须到场。 那个专制不服的漫画发表后, 虽然让杜萍县武术表演团红的发子, 但是也惹恼了一些舞蹈中人, 这些人虽然嘴上不说, 心底却认为杜萍县武术表演团太嚣张了。 好像杜萍县武术表演团就是天下地, 要。 为了让杜萍县武术表演团知道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许多人开始来到首尔挑战杜萍武术表演团。 当然, 这其中也不乏想着凭借打败杜萍表演团, 从而让自己迅速出名的人。 让这些人失望的是, 竟然始终没有一个人能打败杜萍县武术表演团的人。 让他们心腹口服的是, 三十六天刚里面好像出来任何一个, 就能将挑战的人轻松打败。 这让他们对杜萍这个地方更加地好奇了, 是什么样的地方, 竟然培养出如此多的高手呢? 许多挑战过杜萍表演团的人, 甚至萌生了马上就。 去杜萍县看看杜萍三十六天刚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成长起来的想法那一次。 在杜萍县委常委会上, 李荣业曾经嘲笑猎袭的赵长强, 问赵长强, 杜萍如果搞民俗游, 他想让游人来看什么? 来游什么? 杜萍连个名声鼓祭都没有。 赵长强当时就满怀豪情地告诉他, 就让他们看看杜萍县高手的成长足迹。 那时候, 赵长强就意识到, 如果杜萍县的这些习武高手真的能打出去, 绝对存在着巨大的无形商机。 就像现在的奥运冠军, 以前岌岌无名, 一旦夺冠之后, 连家乡都会成为旅游胜地。 那时候, 以李荣业为首的许多人都嘲笑赵长强, 但是现在, 赵长强和他的团队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宣传已经做到了。 除了这些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让赵长强比较头疼。 他发现, 最近白雪那丫头贴得他特别近, 总是有事没事的就找他天南海北的一通乱扯, 就好像在教体局时的崔小芳一样。 赵长强暗暗警惕, 一定要把持住, 不能感情泛滥。 自从王小雅醉酒事件发生后, 赵长强忽然明白了, 男人若是烂情, 那简直就是害人害己, 甚至罪大恶己。 赵长强怕白雪粘上自己, 所以处处有意无意地防着他, 尽量不和他单独在一起, 有时候也故意地在他面前给书方嫂子打打电话, 说些比较肉麻的话, 目的就是想让白雪之男而退, 但让他想不到的是, 这期间到底还是发生一件让非常尴尬的事情。 赵长强早就听闻首尔的红灯区世界闻名, 有些好奇, 一天晚上便溜溜达达去了红灯区。 到了之后, 他大失所望, 天下的红灯区都一样, 就像天下的女人脱了衣服都一样一般。 门口是光怪陆离的霓虹灯, 透明的玻璃里面是花花绿绿的女人, 看到路上的男人将目光投向他们, 便马上做出一副手弄姿的样子。 嘴里还用韩语不断地嘟嚷着。 赵长强听不懂韩语, 但大概知道他们是在拉客。 他感到有些无趣, 正想离开, 忽然一个清脆的声音传入他的耳朵。 先生, 玩玩不, 不过夜, 一百元。 赵长强一愣, 因为他听到的是自正腔圆的普通话, 顺着声音看去, 他看到了一张漂亮的娃娃脸, 清新自然, 没有一点风尘之色。 赵长强甚至怀疑自己的耳朵, 是不是听错话了。 赵长强心中大声好感, 暗道, 这个女孩一定有故事, 沦落风尘肯定是迫不得已的。 于是他便站住了身形, 问道, 你是华国人? 下一刻, 赵长强马上为自己刚才的决定后悔了, 并且为自己的判断汗颜。 因为那个娃娃脸女孩听了她的话后, 竟然一步跑到她的面前, 一把抓住赵长强的胳膊, 使劲地将她往旁边的店里拉, 嘴里还嗲声嗲气地说道先生来啊, 来吧, 一百元不贵的。 直到这时, 赵长强才忽然发现, 这个娃娃脸嘴里竟然是一口大黄牙, 而且满嘴口臭。 头发的边缘有条明显的痕迹, 显然是假发, 假发下面当然是秃头, 要命的是, 赵长强从她身上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药味, 放化疗的药味。 娃娃脸瞬间在赵长强面前, 完成了从凤凰到野鸡的转变, 还是一只病鸡。 我去, 赵长强差点没背过气去, 自己竟然搭讪上这样一个女人, 这要传扬出去, 自己的仪式英明, 算是彻底地毁了。 赵长强马上就想夺路而逃, 但是娃娃脸竟然死死地抓住了她的胳膊, 让她无法脱身。 赵长强急得满头大汗, 刚想给这女人一点力还尝尝, 忽然一辆出租车嘎吱一声停在她身边, 车上下来一个人, 竟然是白雪。 只见白雪伸出一双魔抓, 就朝娃娃脸冲了过去, 照着那女人的一张娃娃脸, 就是一顿乱抓, 脚下的高跟鞋更是一顿乱踢乱踹, 口里还骂道, 我让你勾引我男人, 我让你勾引我男人。 赵长强哭笑不得, 借着娃娃脸招架白雪一通王八拳的功夫, 猛然抽出自己的胳膊, 吃溜钻进了还没熄火的出租车, 嘴里还招呼白雪快点上车。 此时, 一个大光头已经从娃娃脸身边的小店里冲了出来, 手中拎着一条烤蓝的钢管。 白雪尖叫一声, 一个箭步冲上了出租车, 车子一溜烟地离开了。 大光头挥舞着钢管冲着车屁股一通鸡里呱啦地乱骂。 奶奶的, 丢人丢到南朝鲜了。 赵长强瞥了一眼, 正在对着小镜子补妆的白雪, 自言自语道。 他忽然发现白雪原来真的很漂亮。 这丫头也真够彪悍的, 可能是跟着武术队时间长了的缘故。 可不是咋的, 真丢人, 白雪收起小镜子, 回了赵长强一句。 赵长强一阵郁闷, 说道, 我说的是那个女人, 不是说我。 我也是说的那个女人, 没说你啊, 怎么, 你感到你刚才的行为很丢人吗? 白雪呼闪着大眼睛盯着赵长强说道, 一脸你是猴子请来的逗逼吗? 之一。 赵长强一阵无语, 不说话了, 这时那个司机却打开了话匣子, 说的竟然是有些跑调的华语。 通过司机师傅的介绍, 赵长强才知道, 红灯区的女人可以看, 但是不能搭讪, 只要你上去搭讪, 肯定会有人上去将你朝店里拖, 只要被他们拖进店里, 你要不要服务都必须要交钱。 听着司机师傅有些别角的华语, 赵长强的心情竟然出奇地好了不少。 他感到祖国真的强大了, 世界上的人都喜欢学华语, 赵长强几乎在哪个国家都能听到祖国的语言。 但是, 祖国向外输出的好像不止语言, 还有刚才那个娃娃脸那样的女人赵长强, 忽然无厘头地想起一件事, 好像岛国输出的都是美女, 而华国输出的都是刚才娃娃脸那样的女人。 想到这里, 赵长强嘴上竟然露出一丝古怪的笑容, 心里暗想。 还是国人聪明, 知道把好东西留给自己。 坐在赵长强的白雪, 看到赵长强脸上古怪的笑容, 脸上竟然露出一抹红韵, 他好像会错意了。 回到杜平县武术表演团下榻的酒店, 夜已经很深了, 白雪直接跟在赵长强的身后, 进了赵长强的房间。 你怎么去了那里, 赵长强不便, 马上将白雪赶出自己的房间, 于是随口问道, 他也的确想知道白雪为什么也去了红灯区。 白雪脸上一红, 说道, 我看你出去, 本来想追上你, 和你聊聊天的, 没想到还没追上你, 却发现你朝那种地。 方走去, 于是我便拦了辆出租车跟了上去。 赵长强一愣, 自己这些日子是不是真的想女人了? 怎么后面跟着白雪这么大个人, 竟然没听到一点动静, 赵长强正在发愣, 白雪忽然慢慢地走到她的面前, 红着脸难难地对她说道, 强哥, 你如果真的想要, 可以来找我, 我可以给你, 我知道你有女朋友, 我不会一直纠缠你的, 我只想你能在我的人生中, 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说到后来, 白雪的声音就好像梦艺一般, 双手轻柔地将自己的上衣扔到了地上, 闭着眼睛, 点起脚尖, 将通红的嘴唇凑向了赵长强。 完了, 完了, 我要堕落了, 我要堕落了, 把持住, 把持住。 赵长强看着, 在自己胸前乱晃的一对白东西, 在看看离自己越来越近鲜艳红唇, 在心中一遍一遍地告诫自己。 但是, 这家伙心里不断地告诫自己, 双手却已经放到了白雪的后腰上, 然后, 一把将他放到了自己的床上, 那一夜, 赵长强的床晃了整整一宿。 要不是酒店房间的隔音设施好, 恐怕要声闻无礼。 赵长强本来以为, 自己又会惹上一段孽缘的, 没想到那一夜之后, 白雪和他的交往竟然完全恢复了正常, 就好像和赵长强刚认识之初一样, 什么事情都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既不拒人鱼千里之外, 也不对赵长强格外的热情。 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就连赵长强都有些怀疑, 那一夜的激情, 是不是只是一个梦, 此时已经梦醒了。 但是, 白雪走路时, 那不自然的脚步, 却实实在在地告诉他, 那一夜, 不是梦。 赵长强几次想私下里对白雪说, 你是我的女人, 我一定会为你负责。 然而, 每当他看到白雪那清澈自然, 波澜不惊的眼神, 他总会不自觉地将想说的话咽进肚子里。 也许, 现在这样子, 才是白雪想要的吧, 正如他说的, 他只想在他的人生中留下一段回忆。 哎, 女人啊, 赵长强看着白雪的背影, 发出一声轻叹, 耳边忽然想起一手烂熟的歌女孩的心事你别猜, 你别猜, 你猜来猜去也猜不中。 许多年后, 赵长强参加了白雪的婚礼, 新郎是个事业单位的小科员, 家庭并不富裕, 但是为人非常的踏实。 那一夜, 赵长强收到了白雪的一封信, 信中说, 既然不会有结果, 我们又何必要开始, 虽然不需要开始, 但是我们可以有序曲, 谢谢你, 那一首残歌, 圆了我的英雄梦。 落款是永远爱你的白雪。 那一夜, 铁血男赵长强流泪了。 赵长强和白雪一度春风之后, 正在懊恼到底要不要做些什么, 算是对白雪的补偿, 却忽然被警察找上了门, 说是首尔警察局长朴正明要见他。 赵长强一头雾水, 不知道朴正明忽然要见他有什么事情, 难道自己在无意中违反韩国法律了, 见到朴正明之后, 他才知道, 不是他违法了, 而是他有危险了。 原来, 自从上次猎人营救自己同伙的行动失败后, 那些被警察抓住的俄罗斯贩毒成员便被关押了起来。 首尔警方本打算在本国审判这些毒贩子的, 但是却接到俄罗斯的引渡请求, 双方沟通之后, 韩总统胡大海签署了引渡令。 然而,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在引渡过程中, 贩毒团伙的大头子, 一个外号叫猫头鹰的家伙, 竟然在众多武警看押下跑了。 由于同样是贩毒团伙重要头目的猎人死在了赵长强的手中, 所以, 朴正明怀疑猫头鹰逃脱之后, 很可能会对赵长强采取报复行动, 这才将赵长强请到了警局, 详细地和赵长强介绍了这件事情。 我靠, 那些家伙是怎么押送猫头鹰的, 难不成那个混蛋还真的变成猫头鹰? 长翅膀飞走了不成, 赵长强听完事情的经过后, 不禁报了句粗口。 朴正明将猫头鹰逃跑的经过, 简单地和赵长强说了一遍, 然后说道, 猫头鹰没长翅膀, 但长了一副好牙扣, 所以依然飞走了。 关于这个人, 我们正在抓紧时间抓捕, 希望能在他没找上你之前, 将他重新送进监狱。 猫头鹰不是飞走的, 而是跑走的, 在从看守所到机场的路上跑走的。 猫头鹰是俄罗斯警方调查多年的重犯, 押送他的是六个全权副武装的俄罗斯特警战士, 手上戴着金刚打制的手铐, 脚下是粗大脚料。 按理说, 猫头鹰应该绝对没有逃走的可能, 但是, 他就偏偏逃脱了。 并且在逃走时, 还顺走带走了六个俄罗斯特警的命, 这些特警可可顶格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享誉世界的。 赵长强听完朴正明的介绍, 心中不但没有害怕, 反而对猫头鹰其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平行而论, 就算是他在那种情况下, 想要干掉面前的六名特警, 然后全身而退, 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 猫头鹰是怎么做到的呢? 赵长强脑海中, 忽然无端地冒出了肌肉男施瓦辛格的形象。 在一辆急迟的封闭式压戒警车上, 戴着手铐的施瓦辛格, 猛然用手铐脚断了一个特警的脖子, 然后一把将他的枪抄在手中, 对着那些还没明白过来的特警, 就扣动了扳机, 最后, 在众多特警的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 逃之夭夭。 赵长强使劲地甩甩脑袋, 将这幼稚的想法甩出了脑外, 俄罗斯特警可是世界之名, 绝不是这么容易对付的, 猫头鹰肯定有另一套逃生的办法。 要不要我派人保护赵先生, 朴正明诚恳地说道, 他是非常感激赵长强的, 要不是赵长强, 他这个警察局长早就下岗了。 不用了, 局长先生, 如果没事的话, 我先离开了。 赵长强说道, 他明白, 朴正明说的也许是真心话, 但是要韩国警方出人保护一个外国人, 手续相当的麻烦。 好吧, 这些天, 我们在抓捕猫头鹰的同时, 会密切关注首尔当地的黑势力, 没有他们的帮助, 猫头鹰在首尔也许掀不起多大的风浪。 朴正明拍了拍赵长强的肩膀说道, 但愿如此吧。 赵长强说完, 转身离开警局, 嘴里嘟嚷道, 对我来说, 这真不是一个好消息。 赵长强回到下榻的酒店后, 马上将所有人都召集了起来, 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大家。 虽然赵长强不怕猫头鹰的报复, 放松警惕, 他已经给猫头鹰贴上妖孽的标签, 无论怎样, 小心都不过分。 在他看来, 猫头鹰是比拥有一边樱花飘, 天涯无处逃之称的樱花杀手, 还危险地存在。 赵长强命令所有人, 从今天开始, 表演团的36个人, 以及负责宣传的白雪几个人, 如果没有实在拖不开的事情, 绝对不能外出。 实在有推不开的事情, 必须要有它。 医生或者洪亚伦, 至少一人, 陪同这三个人, 都曾受到专业的训练, 反刺杀能力相当强, 特别是赵长强, 无数次血与火的拼杀, 已经让他对危险, 有种近乎条件反射般的敏感。 赵长强很清楚, 猫头鹰是个狠角色, 单单做到这些, 还远远不能保证大家的安全。 叮嘱完大家后, 他马上又联系了 远在国内度平线的拔总, 让拔总想办法 把枪给他弄到首尔。 虽然在首尔也能搞到枪, 但是赵长强没有从首尔搞枪。 做这种地下生意的, 都是地下势力的人, 而赵长强已经从朴正民口中得知, 首尔地下势力已经和俄罗斯黑, 帮勾结在一起。 如果真从这些人手中搞到枪, 也许消息很快就会传到 猫头鹰的耳朵里, 这只能让猫头鹰在行动时 更加警惕。 这是赵长强不愿看到的。 因此, 赵长强直接放弃了 从首尔当地搞枪, 而选择让拔总给他 从国内弄过来。 不但隐蔽, 而且枪的品质有保证。 几天后, 在刚刚选好地址的度平五校内, 赵长强接收到了一批来自华国的训练设备, 这些设备都是度平五校平时教学所必须的。 赵长强走到一个用来练习平衡性的鞍马面前。 这是一个普通的体操, 用鞍马, 取出追魂枪, 轻轻一甩, 锋利的枪间将皮具划开。 当皮具被赵长强撕开, 众人竟然惊奇地看到, 里面并不是木龙骨, 而是金刚打制的一个圆筒。 追魂枪再一次滑动, 金刚打制的圆筒被划开一个大洞, 赵长强将手伸进去, 好像辨戏法一样从鞍马肚子里面取出一堆零件。 站在旁边的红亚伦脸上露出惊喜之色, 他顺手将零件取在手中, 一阵摆弄, 不到五分钟, 一把M700P出现在他手中。 装上光学瞄准仪, 哗啦子弹上膛, 洪亚伦将枪口指向了窗外, 摆出了一个炫酷的射击动作, 惹来旁边众人的一阵虚剩。 赵长强的手在鞍马的肚腹中又一阵M700, 竟然摸出了一把金光闪闪的沙漠之鹰。 赵长强脸上也露出浓浓的笑意, 走到一边摆弄自己的枪。 医生看得眼红, 走到鞍马旁边, 将手伸到鞍马肚子里, 也是一阵M700, 为什么没有我的? 医生看着赵长强, 诧异地问道, 这个你得去问把总。 赵长强老神在在地说道, 医生一阵无语。 诺,这个闺女。 洪亚伦将装在塑料袋里的几个散件扔给医生。 这是老六四的一部分零件。 当初就是靠这把老六四, 医生将那个引爆手给一枪爆头了。 你们, 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医生看着塑料袋中被枪油包裹的几个零件。 哭笑不得。 他知道, 从国内往韩国走私枪支是很危险的买卖, 而把总也是第一次干这活, 路子还没有完全采开, 这一次能运过来一把轻型狙击枪, 一把杀鹰已经不错了。 不过, 虽然他知道这些, 可是仍然希望, 能有一把自己的枪老六四虽然挺好使, 但毕竟射程近, 威力小, 没法和杀鹰比, 更不能和大居比。 但是, 有总比没有枪, 医生也从身上取出一堆零件, 开始熟练地组装老六四。 赵长强摆弄这些枪的时候, 并没有刻意地避开 李彪邹富贵等度平线武术表演团的人。 大家都是成年人, 出去以后, 什么事情该说, 什么事情不该说, 想必大家都知道。 况且赵长强认为, 让他们知道, 自己手中有枪, 能增加他们的安全感。 毕竟, 他们可是随时都会遇到猫头鹰的报复。 以猫头鹰的凶狠, 鬼知道他能针对杜平线武术表演团的人做出什么事情, 他可是连俄罗斯特警都能一杀好几个, 并且眼皮都不眨一下。 当李彪等人看到三把枪在赵长强, 医生, 洪亚伦手中好像会跳舞的精灵一样时, 他们才忽然彻底明白了, 当出来韩国的时候, 赵长强为什么会让洪亚伦和医生来保护自己, 他们不是一种人。 接下来的日子里, 整个团队都绷紧了神经, 连走路都东张西望的, 生怕从某个角落会突然窜出一个持枪蒙面人, 对着自己的脑袋砰砰一阵乱枪, 然后扔下倒在血泊中不断抽搐的自己, 跳上车子, 扬长而去。 然而, 让赵长强意外的是, 直到十几天过去, 一切都风平浪静, 别说猫头鹰, 就连小家巧, 他们也没遇到一只。 众人紧绷的神经开始松懈起来, 以为赵副局长有些小题大做了。 就算猫头鹰在牛叉, 他还敢在闹市区杀人不成, 他可是逃犯, 难道就不怕再次被抓进去? 然而, 赵长强和医生, 洪亚伦三人, 却一直没有放松警惕, 每天身上都暗藏了枪支, 在杜萍舞校周围逛荡, 看看有没有可疑人物。 这时候, 洪亚伦反而又开始羡慕医生了, 因为医生的老六四, 可以轻易地待在身上, 而不会被人发现。 而他的M700P, 却只能在舞校内亮亮相。 日子在波兰布京中度过了两个月, 杜萍舞校, 终于要正式开业了。 校长和师傅们, 都是江南宇, 从杜萍县舞校中, 精挑戏选出来, 武术根基相当好。 赵长强给武校正式开业, 选了个好日子, 华国农历8月15。 8月15是人节, 和家团圆, 灯高赏月吃月饼, 赵长强将开业选在这一天, 是取开业大吉, 源源满满之意。 时到如今, 杜萍县武术表演团在首尔, 早已经成了超人气组合, 风头压过韩国当红艺人, 许多首尔人甚至能将赵长强整个团队的人, 全都认下来, 所以, 开业这天, 武校前面的空场上挤满了人头。 来捧场的大人物也不少, 韩国武术界领袖人物崔浩哲, 首尔警察总局局长朴正明, 让赵长强都没想到的是, 就连华国驻韩大使胡斐都来了, 带来两个花篮, 不过礼金带的有些少, 只有一千元人民币。 负责接待的是赵长强, 身边是天刚星武术表演团的人, 以及那些校长师傅们, 赵长强一边给大家做着互相介绍, 一边用锐利的眼神在四周不断地扫来扫去, 试图找出任何可能威胁到杜平武校的杀手刺客。 今天人多嘴杂, 天气晴朗, 能见度高, 对于一个刺客来说, 这是搞刺杀的最佳时机。 赵长强心中隐隐有一个毫没来由的预感, 猫头鹰这段时间一直没有行动, 肯定是在等着今天的到来, 他要在今天向杜平武校宣战, 要将刚刚挂牌的杜平武校干趴下, 要将杜平武校里面所有的人都杀死。 杜平武校是座三层的小楼, 位置相当好, 在首尔的闹市区。 门前是十几米宽的步行道, 红绿相间的方砖铺地, 摆成了各种几何图案。 步行道的边缘是双向六车道的城市道路, 此刻, 路边上已经挤满了人, 都瞪大眼睛看着前面的舞台。 杜平武校面前的步行道上, 搭建了一个长方形的舞台, 铺着红地毯。 白雪和几个美女手中捧着一块匾额站在舞台上, 匾额上面盖了一个红绸布, 红绸布的中间挽成了一个大红花。 旁边是手拿剪刀的崔浩哲, 朴正明和胡斐。 舞台前面, 一字排开十二门礼炮, 绿色的炮筒斜指蓝天, 炮架上红绸迎风飘舞, 好像在默默地等待着剪裁时刻的到来。 随着离事先安排好的剪裁时间越来越近, 站在舞台下面的赵长枪, 忽然感到自己的心跳也越来越快, 摁都摁不住, 一种朦胧地让他不安的感觉, 越来越强烈。 赵长枪很清楚, 自己出现这种感觉, 绝不是因为剪裁的时刻就要到来而紧张的, 而是出于对危险的预知, 他感到这里的所有人都好像已经成了一个魔兽的猎物。 此刻, 魔兽正躲在黑暗中, 随时准备扑出来, 或者已经扑过来, 将所有人吞噬。 赵长枪不禁抬头看了看漂浮在五孝上空的两个热气球。 每个热气球的下面都挂着一个大吊篮, 每个吊篮里面都有一个人。 吊篮的下方悬挂着长长的标语, 无非就是庆祝杜平五孝开业大集的场面画。 吊篮里面的两个人正是医生和洪亚伦, 两个人的精力可没有放在下面的热闹上, 而是将锐利的眼神投向了五孝的四周, 密切注意着进入眼帘的每一个可疑人物, 以及周围可能藏人的地方。 两个人站得高看得远, 周围的一切都尽收眼底。 猫头鹰,猎人一伙人就是栽在赵长枪和杜平五术表演团上的。 按照枪歌的预测, 猫头鹰成功从特警手中逃脱后, 绝不会放过杜平五术表演团, 他之所以一直没出手。 一个可能是因为腿伤没有痊愈, 另一个可能是在做精心的准备。 一旦猫头鹰准备完毕, 随之而来的报复将是非常恐怖的。 赵长枪已经给医生和洪亚伦下了死命令, 如果今天杜平五笑出了事情, 他们就等着回去接受新加法的惩罚吧。 想起枪歌郑重其事的嘱咐, 医生脸上的神色更冷漠了, 他摸了摸怀中的沙鹰, 脸上的冷漠变成了冷笑, 心想。 来吧, 猫头鹰, 今天就算你是遨想九天的苍鹰, 我也要把你打下来。 沙鹰是赵长枪的金枪, 他担任谢总秘工时的配枪。 他的谢总秘工身份被剥夺后, 前老爷子并没有将他的枪收回去, 而且给他特批了持枪证明。 不过由于赵长枪行踪飘忽, 所以并不经常将枪带在身边。 医生抬眼看了看飘在不远处的洪亚伦, 拉了拉藏在领口的麦克风, 说道, 亚伦, 发现什么情况吗? 暂时没有。 一切正常。 医生, 你说猫头鹰会不会来? 洪亚伦妈撒了一下手中的雷鸡, 明顿M700P, 同样对着领口的麦克说道, 嘿嘿, 如果他够聪明的话, 就不会来, 如果他真的敢来, 咱一定要给他一个惊喜。 医生嘿嘿地笑着说道, 就在此时, 两个人的耳脉中, 同时传来赵长枪的声音。 有情况吗? 没有, 一切正常。 两人同时对着麦克说道, 我有种直觉, 猫头鹰就要出现了。 医生, 你下降高度, 将注意力放在地面出现的可疑人物身上, 要保证所有地面目标都在你的射击范围之内。 亚伦, 你上升高度, 注意周围的制高点, 防止敌人从高处对我们展开狙击。 特别注意一下对面的明珠大厦天台, 那里可是一个绝佳的狙击点。 赵长枪语速极快, 一连串地说道。 医生朝下瞥了一眼, 发现枪哥正被转着身子, 对着崔浩哲, 胡斐等人。 看来他是背着他们偷偷和自己通话的。 两个人接到赵长枪命令后, 迅速由左右并排, 转化成上下垂直, 医生在下面, 洪亚伦在上面。 剪裁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在身着正装的李仪小姐的引导下, 胡斐, 朴正明, 崔浩哲, 赵长枪先后迈不上了舞台, 走向白雪等人捧着的红绸, 将手中的剪刀伸了出去。 就在此时, 赵长枪的耳脉中传来一声的声音。 枪哥, 发现六个可疑人物, 正在向人群里面挤, 现在不能确定身份, 请注意。 赵长枪微微将头扭了一下, 站在台上, 目光朝人群中扫去, 果然发现六个年轻人, 正在朝人群里面挤, 背上背着双肩背包, 一副学生打扮, 但是他们的闪烁的眼神却告诉赵长枪, 这六个人绝对有问题。 赵长枪没有对着领口迈克说话, 只是朝一声的方向轻轻地点了点头, 然后便满脸笑容地和崔浩哲三人一起将红绸剪断。 长长的红绸飘落在地上, 露出里面一块四周镶着金边的匾额, 黑底金字, 杜平五笑四个字, 意义生辉, 磅礴大气, 下面落款式胡斐, 某某年某月某日, 整个匾额, 古朴大气。 几个工作人员走上台来, 将匾额接过去, 悬挂到三层小楼大门正上方, 早已经安装好的挂钩上舞台前的十二门礼炮依次点燃, 一个个礼弹被抛射向空中, 在空中爆炸, 发出一声声震耳欲聋的声音。 江哥, 明珠大厦顶层发现可疑人物, 我的天, 他肩上炕的是什么? 那是火箭筒吗? 这群混蛋到底想干什么? 就在此时, 赵长枪的耳中又传来洪亚伦的声音, 赵长枪没说话, 仍然仰头看了看空中的李弹爆炸, 甚至连眼神都没有飘向洪亚伦。 既然敌人已经被洪亚伦发现, 洪亚伦一定能将他们搞定, 他相信自己的兄弟。 对面明珠大厦的顶层天台上, 三个身穿灰色运动衣的俄罗斯年轻男子, 站在女儿墙的后面, 中间一人肩膀上, 扛着一个单兵便携式火箭助推榴弹发射器, RPG-7V-1, 400毫米口径, 这玩意也就是常说的火箭筒。 另外两个人分别站在他的两旁, 手中端着小口径AK-74自动步枪, 警惕地向四周打亮着。 如果有人胆敢过来阻止他们发射榴弹,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开枪。 再见了, 我亲爱的朋友们, 上帝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接封宴, 尽情地飞翔吧, 我亲爱的小公主。 中间那人嘴角一瞥, 嘟嚷一句, 然后右手食指猛然扣向了榴弹发射器的扳机。 他一直将他肩上的榴弹叫做小公主。 对面的杜萍武校钱挤满了人, 杜萍武校的人也夹杂在其中, 就是他们猫头鹰差点身陷淋雨, 让他们的组织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血债要用血来尝, 他们报仇的时刻到了。 这家伙的脑海中已经出现了一幅画面, 巨大爆炸声中, 对面的那些人好像火机一样被抛向空中, 脑袋找不到脖子, 脖子找不到躯干。 他仿佛好像已经看到世上最美的烟花在他面前灿烂绽放。 然而, 就当他的手指就要拉动扳机时, 一颗子弹忽然高速旋转着射进了他的前额。 巨大的动能直接将他的脑袋打成了烂西瓜, 粗大的脖子上面只剩下了一个下巴科和半截后脑勺。 鲜血好像破碎的消防栓一样喷洒而出, 将他身边的两位同伴见得满身都是。 此时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 肩上的火箭筒哐当一声跌落到地上, 滚动了几下, 便浸泡在了一片血泊之中。 这家伙到死都不明白, 自己按照猫头鹰的命令, 已经秘密偷渡到韩国整整一个星期, 躲在一个秘密的地下室中, 从来就没有露过面, 没有人知道韩国突然多了他这么一号人, 为的就是让他在今天准时点燃这个世界上最美的烟花。 血腥的场面并没有将另外两名青年吓到, 看来三个人都经过专业的训练, 就在他们的同伴倒地的瞬间, 他们马上发现了子弹飞来的方向, 两个人同时将目光投向了高空中的热气球。 此时, 医生已经再次降低高度, 热气球已经到了明珠大厦的下方, 从那个角度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将杀手干掉的。 所以, 两个杀手马上就把目标所定位飘在高空的洪亚伦, 两个杀手毫不犹豫地将枪口对准了。 空中的洪亚伦, 瞬间扣动扳机, 两个人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枪手, 他们有信心一枪置敌, 将吊篮中的敌人消灭。 两个杀手的动作一丝不落地落进洪亚伦的眼中, 他的脸上不但没有露出一丝恐惧之情, 反而充满了嘲讽。 MP700就架在吊篮边缘, 当对面AK-74的枪口冒出一阵枪口咽的时候, 洪亚伦再次扣动了扳机。 一个漂亮的两连射, 前后间隔不到一秒钟, 对面明珠大厦顶楼的两个家伙扑倒在血泊中, 他们布了前面同伴的后尘, 整个脑壳都找不到了, 红白之物飞溅了一地。 远处, 一群和平鸽从鸽子笼中腾空而起, 好像一片白云飞向天际。 就在中弹前的那一刻, 两个杀手默然明白过来, 蔚蓝的天空使他们对距离的判断产生了错误, 敌人的位置已经超出了AK-74的有效射程, 他们只有挨打的份, 根本没有反击的可能。 当洪亚伦和三个枪手机战正撼时, 杜萍武校前面依然人山人海, 舞台边上的音响中响着劲爆的音乐, 将所有的枪声都掩盖在了喧嚣中。 杜萍县武术表演团分别登上舞台为大家进行武术表演。 精彩的高难武术动作惹来一阵阵尖叫声。 许多年轻人纷纷走进武校,准备报名。 一切都是那样的安静祥和, 谁都没有意识到, 危险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近。 这一是正经由一有毒技巧。 感谢观看